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是少年棒球迷了 后来他也常骑着自行车带着真挚去棒球场 真挚年纪小 再加上不懂球 所以不能进入棒球场 只能在棒球场边观看各个一帮人打球 真挚就这样从生活中与棒球产生了联系 也对棒球蒙发了感情 因此真挚从小就和棒球结下不解之缘 而如木染 天长日久 艰苦地练习 真挚渐渐摸出门路 走上棒球之坛 震惊球坛 成为世界赫赫有名的棒球之王 自小就随着大哥接触棒球的王真挚 进入少年时期之后 打击实力也堪称优异 但此时的他尚非常打性打者 高中时期 王真挚进入早到天时业高校就读 并加入棒球校队 而后经常以主力投手的姿态登场 左属的校队也两度打入全国性的 甲紫园高中棒球大赛 王真挚还曾经投出一场无安打无时分的比赛 1959年至1980年间 王真挚效力于日本职棒军人队 由于当时军人队强投众多 最初以投手身份加入的王真挚 在当时的监督水源冒建议下 改练一雷兽 刚开始王真挚打击表现不佳 新人球技之初 甚至曾经连续26个打击为击出安打 后来在打击教练黄传博的指点下 逐渐练成稻草人士打击法 全雷达开始量产 同时也成为巨人队的主力一雷兽 打击棒次上并与当时同样效力于 巨人队的长岛茂雄分局三四两棒 构成主要的打击战力 媒体与球迷称之为 欧恩炮或欧恩连线 其中的欧与恩为两人姓氏 日文罗马字拼法的第一个字 1964年 王真挚创下单季 共计出55支全雷达的日本职棒新纪录 1977年9月3日 在东京后乐园球场对养乐多燕子队的比赛中 三局下半场 王真挚从投手林木康二郎手中 击出球员生涯第756支全雷达 打破原本由美国职棒大联盟选手 汉克阿伦所创下球员生涯 共755支全雷达的世界纪录 便于两天后随即荣获首届日本国民荣誉赏 由当时的首相胡天舅夫亲自办法 1980年 王真挚接任巨人队监督 不过到1988年卸任时为止 球队并未赢得日本大赛优胜 之后几年 他曾担任NHK职棒转播的球品 1994年 获选进入野球体育博物馆的日本野球殿堂 也就是日本的棒球名人堂 一年后 他受评为辅刚大容英队的监督 王真挚执掌英队兵服初期 球队战绩依旧持续低迷 没有太大起色 也使得媒体与球迷 对于他领导统育队能力的 强烈质疑和不信任开始涌现 甚至有球迷以非理性行为表达不满 但到了1999年 情势大幅逆转 英队挺进季后赛 击败系武师队 赢得太平洋联盟冠军 之后又在日本大赛中 以四胜一败成绩 击败中央联盟冠军中日龙队 在前身南海英队于1964年赢得优胜后 相隔35年再度勇夺日本一头衔 次年 王真挚再度率领英队打进日本大赛 对手正是由长岛茂雄 再度担任监督的军人队 因此被称为欧恩监督对决 不过最后军人队以四胜两败成绩 击败英队夺下优胜 2004年6月7日 英队在与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的比赛中获得胜利 王真挚监督生涯的第一千胜也随之诞生 2006年7月 王真挚召开记者会宣布 由于发现胃肿瘤 因此暂时辞去监督一职 准备住院并开刀治疗 同年7月17日 王真挚接受东京庆应艺术大学 赴腔镜胃拳切手术 过程十分顺利定无大碍 后来出院休养 单因饮食不习惯再度入院 直到同年9月才出院 并于9月29日重返球场 2007年2月1日英队春训期间 王真挚宣布回到球场 并重新担任英队监督 2008年9月23日 因健康问题 球队战绩不佳 宣布于球季结束后 卸下监督一职 同年10月7日 率队和东北乐天基英队比赛 结果以0比1输球 正式卸下监督一职 也结束了自己长达 40、50年的职业棒球生涯 而他的球衣被耗89 也变成永久千番 成为日职守卫 在不同球队都有永久千番的人 在他难忘的棒球生涯中 还有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一友 长达茂雄 两人在训练和比赛中 同甘共苦 结下深厚的友情 在王真挚刚入巨人队时 长达像哥哥一样 在生活中照顾他 在技术上帮助他 王真挚以为邂逅长达 而深感幸运 正因与长达这样伟大的 选手在一起 我才经受了坚果的训练 创下记录 2009年9月21日 日本软件银行公司 发布声明说 王真挚因肠阻塞 在东京接受治疗 并且进行了胆囊摘除手术 王真挚曾经在2006年 因为胃癌接受手术 软体银行公关部表示 王真挚这次是因为胆结石 和肠阻塞开刀 与癌症无关 软体银行也强调 癌细胞没有转移 据软体银行棒球队指出 王真挚从2009年9月11日左右 感到腹部疼痛 14日入院检查 经过检查 发现他同时患有 肠阻塞和胆结石 因此进行内视镜手术 王真挚预计休养10天后出院 聊完了王真挚的职业生涯 那么接下来就来聊聊 王真挚的感情生活吧 据相关媒体报道 王真挚于2018年5月3日 梅开二度 迎娶了同居10年 叫他18岁的女友为妻 王真挚也透过球团 以书面让媒体表示 已与这10年来一起生活的 一般女性入籍结婚 今后两人也想一起 过充实的每一天 希望大家温情地守护 在球机中报告私人的事 神感抱歉 常年旅居日本的王真挚 原配日级妻子 小八重公子 于2001年因胃癌病逝 据了解 王真挚与原配日级妻子 有三名女儿 都未入籍日本国籍 常年持中华民国护照 上一段婚姻是在1966年 与公子夫人结婚 2001年10月 公子因胃癌病逝 王真挚与公子眷链情深 丧妻至今 保持单身数年时间 直到遇见了现在的妻子 但除了这两段 外界熟知的感情之外 王真挚还曾和 柯俊雄的敌人妻子 张美瑶有过一段情 还被传言称 王真挚是柯俊雄的情敌 据悉 柯俊雄荧幕形象风流倜傥 也有过两段婚姻 一个是结发35年的妻子 张美瑶 一个是陪伴到最后的蔡星华 张美瑶在嫁给柯俊雄前 曾经与旅日棒球名人 王真挚送座堆 但王真挚当时以电影明星 很难专心在家庭为由 晚些外界好意 而张美瑶最后嫁给了柯俊雄 引起影视圈一片哗然 作家林牧阳史 2005年出版的 《王真挚百年归香》提到 1965年 王真挚访台 出席多场总统府安排的酒会 张美瑶应邀出席 二人谈笑的样子 会被塑造成 逢云儿女总相逢形象 当年台湾社会 去盼望王真挚娶台湾人 与故乡台湾有更紧密的羁绊 连先总统蒋介石夫人 蒋宋美玲都帮他介绍 而张美瑶的玉女形象 逢米全台 王真挚的后援会干部 也努力安排两人会面 但王真挚来台湾之前 已有项链多年的日本女友 所以找理由玩具 后来王真挚与张美瑶的这段 戒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的王真挚也如愿 娶了自己的日本女友 但令人惋惜的是 王真挚的妻子 在2001年因病复兴去世 正当王真挚还沉浸在悲伤中时 并发生了王七的石墓被撬开 遗骨被不明身份者盗走的 匪夷所思的事件 警方此后也展开调查 但一无所获 直到事发一年之后 一些媒体和相关体育网站 突然爆出来自大荣球团方面的消息 称一名听上去年纪不小的 另一名者突然打来勒索电话 称 囚团人士当即拒绝 电话便被挂断 警方已经开始对此事进行侦查 分析这一匿名电话 与盗墓事件的关联 但也不排除无关者假见此事 进行恶意勒索的可能性 如今 距离这件匪夷所思的石骨被盗案 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间 具体结果如何 外界也尚未可知 但还是希望王真挚的王七 在地下能够安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